五花肉去皮加料酒 放水 开火煮十分钟 时间到关火 我们用水清洗一下 然后放在冰箱里冷冻一碗 冷冻好拿出来 我们在淘宝买的切肉机 我们收拾一下清洗一下 就可以用了 就是比较麻烦一点 喝喝 这是我们在淘宝上买的 第一次用 我们把肉翻过来 这样看一下 要压得牢一点 新手入门有一点点蒙圈圈 终于切冻了 也还好 为了吃点五花肉 吃点这肉也挺麻烦的 这个买的时候 也就人民币几十块钱 不到一百块钱 但是淘宝 然后再加海运 到这儿了也将近两百块钱人民币了 不过能用得上 我们能吃上好吃的东西 也就可以了 准备配菜 将切碗 蒜苗切断 开火 将油 不用放太多油就好 我们把切好的肉直接放在锅里先炒一下 等一下慢慢炒 小化了就好了 一定要把这个油都滴出来 然后把油炒掉 煮的油 上火 你就可以了 放入大蒜苗 再炒一下 放入大蒜苗 自己炒一下 放入大蒜苗 继续翻炒 翻炒 炒香 炒香 放入大蒜苗 放入大蒜苗 开黄酒 放入大蒜苗 我们的菜尝好了 出锅 我们开饭啦 回锅肉 最简单的回锅肉 我们的味道一点都不服饭店里面做的哦 嗨朋友们 看一下我们的回锅肉怎么样 真做的很不错 味道很好 然后呢我们选择的是偏瘦一点的肉 真的很不错 看一下 超级超级的嫩哦 炒到焦焦的真的很好吃 朋友们有喜欢的吗 有喜欢的可以招住哦 真的很好吃啊